好,有三位朋友們想要問說,對於社團主管理師的想像是什麼,如果有一套學校系統的話,是不是一定要落地,一定要實作,以及為什麼? 我想反過來回答這個問題,就是說在沒有落地實作,就是完全只是模擬的情況下,那就是社會創新它到底是誰在創新? 這是我比較想問大家的,因為社會創新它按照定義就是任何人都可以加到你現有的創新上面,你現在想到的永遠只是一個大的Picture裡面的一小塊一小塊一小塊 那我們如果就是沒有落地的話,其實那你就要找一些別的方法,讓大家知道你的想法,並且願意用你的想法繼續走下去 所以這個其實是為什麼我們都說是社創組織,有落地的,那當然就變成社創事業,社會事業,那有拿到投資的,在資本市場裡面運行的當然社會企業,對不對? 所以這個是一脈相承,那但是有一些社創組織它最後並沒有所謂落地,沒有變成事業或者變成企業,那它就會變成什麼?變成純粹的長一型團體,但是純粹長一型團體也沒有什麼不好啊 這事實上也是社創組織非常重要的一環,就是不斷的去想類似像大家的智庫這樣子的角色,不斷去想新的把人跟人之間,就是新的做法結合的方式 那我舉例,好比上說,在大家可能疫情的時候都知道的1922年軍事聯織,那它其實就是一個社會創新,連組織都不一定是叫臨時戰縫,但是具體力上面,因為它是一個不落地,就是不直接賣服務或產品的一個平台 反而讓所有的,大家在有簡訊實驗室以前做實驗室的這些系統,很多都是大企業裡面的architect,就是它的技術長之類之類 大家在這樣子一個組織,這樣子一個平台裡面去進行討論,進行brainstorming,而且可以比較自由的去想說,那我們要怎樣解敵店家的各自的邪漏啊,負擔啊,什麼之類 所以它專門負責倡宜,並沒有什麼不好,因為最後凝聚到的東西,到最後有落地嘛,又變成簡訊實驗室 但是實際實做的,就不是當初提出的那幾個人,而是最後是,就是我們中華電信啊,官方公司啊,等等的這些朋友 所以可能自己要想清楚,就是如果落地實做是你的興趣,這是一種做法 那如果落地實做不是你的興趣,那你就可以專門創意,專門組織,專門去集思共益,專門做智庫等等 那這個我覺得也是這邊未來想的exit,可能未來也可以是其中一個exit 因為確實是有些人會覺得說,那我只要這件事情想得夠清楚,不一定要我自己做 不一定要接下來幾年做出來,就是那種urgency,就是很急迫的那種感覺 有些人天生就比較沒有,那這個時候,就是直接把這樣子一種想法公開出來 可能對大家都是比較好的啦,希望從這個角度來回答